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且觉得他过于用力 宋宇奇粉丝觉得这只是游戏 毕竟是竞技游戏的综艺 想必也是为了节目效果 各有各的理 现在网络争执一片 23号Angela B团队工作人员 秦川喜发文 为什么所有号称S级精彩的综艺播出之后 就会变成B级的难看 因为S和B才是官配 不少网友觉得他在内涵好难节目组 毕竟在风口浪尖的 时候发出这番言论 Angela B团队工作人员内涵跑难一下 就被推上微博热搜 24号下午 跑难导演姚一天清空了微博 同时发了一条 微博好遗憾 被网友猜测 是在回应秦川喜的博文 接下来 Angela B开始被跑难超话 小主持内涵没有自知之名 和被各种营销号 各种拉残 骂声不断 并且网友们觉得 baby的经纪人 回应的发文 都是阴阳怪气的 实在是 有点令人质疑 25日下午 baby的经纪人秦川喜 删除微博并说那条讲综艺的 微博与跑难无关 与导演没有复关 平行世界的两条线 就不要硬找焦点了 既然官方 澄清没有内涵 那这件事 就告一段落了 但是依旧还有很多营销号追着不放 也有很多人怀疑他说的真伪 其实baby和宋雨琪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或许这也就是节目本身的炒作罢了 何况baby可是节目的原老级嘉宾呢 见网传好男友一位女美可将退出 大家都在纷纷猜测 是不是Angela B Angela B方也还没有 做出回应 不过也希望大家不要过多揣测了 综艺就是综艺嘛 大家当个搞笑视频 看看就好了 开开心心 看节目吧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 谢谢